五一假期 我们前面的几期节目讲到了中国观光客的乱象 那最近五一假期结束 中国各地又爆出了观光客留下来的垃圾堆砌如山 甚至在一些景点的保护区 甚至是在沙滩海滩 这种自然需要保护的地方都丢满了垃圾 这让我还有我的小伙伴 我们的粉丝看到真的是叹为观止 真的是惊呆了 甚至还有小粉红的行径 让对岸岛国的警察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带走 那带走的画面相当的暖心 中国人不承认 传到了中国国内之后 中国网友纷纷表示不认账 凭什么说长了一张中国脸 说了一嘴中国话 那就是中国人了对吧 那有些小粉红就说 这可能是台湾人 也有可能是马来西亚人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透过几段短影片 了解一下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乱 大量被弃制的牡蛎空壳 有100多吨 就是乱丢 就是中国人喜欢吃这些东西嘛 其实日本没有阻止说 你不可以吃 OK你吃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大量的捕捞了之后 在现场直接把那些废弃的物品 还有废弃的那些牡蛎的壳 直接丢在那一边 然后也不管 因为牡蛎的壳 它是会破坏生态环境的 它是很坚硬的 不会说随着日积月累 风化之后 它可以变成土壤 不会的 这个你没人来处理的话 它就一直在那里 而且那个有些是有毒素的 当地就有小孩子在那边玩耍 因为以前那边栖息地 是很多小朋友都会去玩耍的地方 当然现在是没有了 因为已经绝迹了 全部都是垃圾 当地的政府为了净化当地的河川的水质 那经过投放了这些牡蛎之后 水质确实得到了相当理想的改善 但是后来呢 中国人发现这边 政府投放了大量的牡蛎之后 就偷偷地去踩 然后发现日本的法律 好像也不会去判刑 或去抓捕 因为毕竟那边是个法治国家 那很多中国人就抓住这个漏洞 从一开始偷偷地去抓 到现在几年之后呢 成群结队的中国人 甚至有一百以上的团队 将约结队的去捕捞 当地的政府呢 也在那边出示了告示 那要求所有人 如果你想要吃 我们不阻止你 因为现在还没有个立法 不允许他们捕捞 那你既然我们允许你捕捞了 那你就要把这些壳带回去 已经贴了告示 但是这些中国人呢 完全不care这些告示 甚至有当地的居民呢 好心上前去劝说 这些牡蛎啊 你们财补是ok的 但是你们把这边的垃圾 包括这些牡蛎壳带走 当地的日本居民呢 就表示啊 通常跟这些中国人交涉的时候 对方通常是以听不懂日文为由 就直接走开了 其实在早些年呢 政府包括一些媒体也对外表示过 这些牡蛎是不可以吃的 它是改善环境去吸取河川中的油害物质 牡蛎是有毒的嘛 有毒素在体内的 但是中国人才不管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毒 反正他们自己也不吃 他们把这些牡蛎拿过去 然后挖出了那些肉 变相去倒卖到中国去 像是一些常见的 像是什么蚝油啊 因为牡蛎 它另外一个名字叫生蚝嘛 生蚝呢 在中国其实有很大的市场 所以他们挖来也不是自己吃 你自己不可能每天再挖那么多去吃 所以他们都是一个获利的方式 把他们抓到之后 把他们变相的去卖到国内 就有中国网友表示啊 这都去日本了 还算是个中国人吗 我就想说啊 美国运动员谷爱琳相信中国人不陌生 对不对 那他曾经也因为中国的天价的签约费 代表中国队参赛 并且拿到金牌 那他长得一副西方人的脸 他的国籍也是美国国籍 那中国人不也一直说 他谷爱琳是中国人 还硬要把他说成是什么 中国骄傲 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就是说那现场的那个大妈说 不要抓我不敢了不敢了 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确实丢人 但也要查一查是不是台湾人 是不是新加坡人 不要什么都刻意加上中国人 三个字 那按你们的一贯的逻辑啊 台湾不也是中国人吗 怎么你这边说 不要什么都刻意加上中国人 也有可能是台湾人新加坡人 台湾不是中国的吗 按照你们的逻辑 这个时候你又主动的双标了 你也知道很丢人 但事实上就是中国人干的 然后这种留言 我真的不想做过多的回复 因为这种留言太多 而且过去也回复过嘛 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台湾人香港人 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 那无妨 你们自己相信就好了 大家心里清楚懂的都懂 还有网友表示啊 这是他国事务 无关中国 请不要提中国两个字 如果你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报道 你就知道 他们还是中国国籍 而且即便拿到了绿卡 他们也是中国公民啊 然后说的再难听点 就算他们移民成外国公民的话 他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的言行都是受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影响 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言行和他们的思想都代表了中国 如果做出了丢人的事 那丢的也是中国人的脸啊 不会因为法律上突然变更了国籍 就代表的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的形象 因为个人的素养是受自己从小的成长经历以及教育环境所影响的 而且中国人不一直讲嘛 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你要始终记住 你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大家都是炎王子孙 你的身体里面啊 流着中国人的血液 你长得一张中国人脸 黄皮肤 黑头发 你就是中国骄傲 我们作为中国人呢 要骄傲 这个时候你又不承认了 甚至说什么 国籍变更了 就不是中国人了 如果你有去看相关的报道 你就知道 这不是台湾公民 也不是日本公民 他就是中国公民 他丢的是中国人的脸 哪怕他今天移民成日本公民 他也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算这些中国网友呢 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 那怎么解释 像是在中国自家门前 不是自家门前 就是在自家里面发生了那么多的乱象 大家在海滩上面都乱丢垃圾 在一些保护区域都随便的乱丢垃圾 完全没有一点文明的概念 这都21世纪了 不知道文明两个字怎么写嘛 那你怎么解释这些人是哪里人 也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 在中国国内的那些人是哪里人呢 是台湾人吗 对你们说台湾也是中国人呢 可惜台湾来中国要办很多的程序 而且那么多的中国人都聚在那里 你怎么可以说他们是台湾人 或者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呢 反正如果在中国国内发生这种事 你要怎么解释 难道他们都是从其他国家飞过去的 那我相信肯定也有很多网友会说 那肯定是台湾人香港人干的事 对吧毕竟长了一张中国脸 毕竟都说着中文 对吧 这样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跟小粉红辩驳 接下来的首播节目呢 大家不要错过 就是我跟台湾警察自首的对话记录 那台湾的警察也是相当的暖心 对话记录的 对话记录的 感谢观看